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解一下Mini 404A的使用方法 我们说到设备的话,如果是购买无卡的客户需要购买一张移动或者零通卡,开通流量就可以 那如果是免装卡或者说加卡的设备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再购买卡 那我们的信录安装是,红色性是接正级的,黑色性接负级 接好之后的话,切记一定是接好之后再接通设备 这样不容易导致设备烧坏 接通后的话,设备上这边的灯会进行,会闪,说明我们通电正常 我们这款设备是支持9到90V的电压,只要在这个资金的电压都可以直接连接 接好信之后的话,到室外3到5分钟左右的话,设备会自动激活 然后我们下面重点讲一下APP的一个下载 安卓或者苹果手机都可以直接扫描我们说明书上的二维码,然后进行下载 安卓系统的话,打开浏览器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边是下载好,就不用再下载了,然后这边就下载好了 苹果系统的话,也可以直接在,除了直接扫描二维码,也可以在APP Store里面进行下载 我们简单引试一下 搜索新陈互联 然后 点击下载就可以 我们用安卓系统来进行一个仪式 下载好了,APP点击进去 进入这个界面 单个设备的话,点击个人登录 多个设备的话,就点击多个设备 个人登录的话 第一排输入,我们设备上有一串数字 11位 输入后的话,密码默认都是123456 然后点击登录 登录之后的话 进入我们的一个主界面 就是我们设备现在定位到的一个位置 这边有几个选项 一个是跟踪导航 意思是,我们设备到 我手机到设备的一个距离 可以直接导航过去 历史轨迹的话,可以查看 昨天或者今天 或者自定义任意一天的一个轨迹 那就可以查看做对应的轨迹 命令下发之里面的话 大部分是针对断油断电 跟短线提醒 就是购买自己购买卡的一个 短线提醒的一个设置 重点再讲一下 我们右上角有一个更多 更多这边有一个整栋报警 整栋报警是 如果设置之后的话 设备感应到整栋的话 都会给APP报警 整集有一到十几 一是最灵敏的 十是最不灵敏的 顶级确定即可 不需要的话顶级测缓 电子围栋的意思是 设置一个一个范围 设置一个范围 如果设备进出围栏的话 都会给APP报警 中心点也可以进行移动 我们手机最大是五千米 电脑上是没有限制的 报警记录 对应的报警记录都会在这边形式 点击对应的报警记录的话 也可以查看到对应的一个位置 在什么位置进行了报警 设备属性可以进行 对设备自定义编辑 任意 任意都可以 点击报纯 就可以了 然后报警提醒 针对对应想要开启的报警提醒的话 左边是关闭 右边是开启 之后的话点击报纯 修改密码可以进行任意的修改 首页这边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功能 右上角这边有一个 卫星地图 可以查看到 比较直观的查看到它的一个位置信息 还有一个是接警 设备桌边的一个情况也可以看得到 APP重点的几个功能就是这些 然后如果有客户想用微信来进行一个提醒的话 查看位置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直接扫描说明书上的二维码也可以或者自行添加 公众号的名字跟APP的名字是一样的 是新陈互联 我们打进去吧 搜索到对应的公众号 然后来进行板定 板定的方法是前面要加一个APP 然后输入设备上的11位数字 然后加一个警号键 后面再加一个密码123456发送 它就会提示你板定成功 板定成功之后的话 画123 就可以查看到对应的一个位置 不需要的话 再画一个警号键 就可以进行它的一个结版 这些是APP和微信上的一个基本使用方法 然后下面的话再讲几个问题 常见的一些问题 如果是碰到APP报警 没有提醒的话 安卓系统需要注意几点 首先是设置里面要有一个通知 通知找到我们对应的一个APP 新城户林这边 然后要允许它的一个消息推送 然后还有允许之后的还有一点的话 APP必须要在后台运行 不要在APP的界定上 看着APP有没有报警 这样也是不行的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 对应的报警功能也需要 开启才可以 比如说整个报警 你要设防之后 确定有开启 保证这三点的话 正常都有提醒 那如果还是没有提醒的话 可以尝试微信上 微信上我们刚刚对应的一个板定 对应的板定的话 也是会有正常的一个提醒 好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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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